欢迎回到集中新闻现场 看桌米雕是中原祭典当中相当特殊的文化 用米团面粉制作的看生人偶 每个造型都要不同 目的就是公愤给好兄弟欣赏 安乐区五福社区今天邀请一百多位黎民 一起来做米雕相当有趣 桌上各式各样琳琳满目的艺术品 都是用面包粉混合树脂做出来的 不管是香蕉还是大象 这些栩栩如生的作品 精巧的程度让大家很有兴趣 很好玩 好像回到童年 黎民们亲手制作 不管是螃蟹 南瓜 还是可爱的猫咪 粉红猪 每个可爱的造型让人爱不释手 这螃蟹跟鱼 想拍做的那些 蟹咪的蟹咪的蟹咪 看不出 这个脚就是慢慢的一颗一颗的连上去 如果连布上去给它推上面就可以了 事实上这些被称为米雕的作品 目的是要做给好兄弟欣赏 也是普度公平 摆在桌上供欣赏用的 所以叫做看桌米雕 做好了以后摆在桌上供观展用的 拜拜完了以后 所以很多人喜欢抢 因为它很漂亮很可爱 只是在普度的时候才可以看得到的这些练片作品 这些快失传的民俗记忆 让到场的议长黄景泰 议员郑林清良及里长们相当重视 也希望透过教学让里民们传承下去 所以每一年中元节我们有非常多全国各地的好朋友 大家也专程来基隆看我们的米雕艺术 这代表我们米雕艺术在我们谢老师的带领 已经让全省以及基隆市民大家非常非常的热衷 那么这次的米雕这个活动最主要也是 让大家能够去学习做米雕 因为这个传统已经失传了 那让大家能知道说这个米雕的做法 跟所有的一个做出动物 那么为妙为俏的这些动物 让大家来共同来欣赏 在台湾的重要中元节的庆典当中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指标性的一个活动 希望能够每年都来延续来办理 中元节大家来做这个快乐 除了欣赏精致的看桌米雕 透过米雕的示范教学 让民众有机会尝试这种高难度的创作艺术 记者黄绍铭采访报道 有机会尝试这种高难度的创作艺术